小真 这是谁 这是谁 这还要问吗 我要问 这不是你吗 我要你说这是谁 你为什么不肯说呢 为什么 小真哪 我是想 我现在这种情况 是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我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我都想过了 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 不能 我都想 我都想 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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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华 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们的孩子 靠吃冰棍是长不大的 来的不是时候 你这是干什么呢 什么好酒啊 俩人抢着喝 来我喝一口 白肝 你算了吧 圣华 小蒼 小蒼 刚才我们去你家 看望了你的母亲 来 坐一会儿吧 来来来 坐下坐下 都坐下 来来来 圣华 来来来 坐下坐下来 老罗 你何必骗我呢 不是我诚信骗你 我有难处 每次献上一颗滚烫的心 得到的都是一瓢凉水 小组 你真的相信有个上帝吗 说说心里话 有时候 心里 想有个上帝 哦 你希望上帝给你做点什么呢 我 说说吧 一个人太苦了 我希望上帝能疼我 安慰我 还希望 我上夜班的时候 妈妈别发病 就这么点要求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你的 可这些年我们没把工作做好 伤了许多同志的心 深华 如果你们还相信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 有一大批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话 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干 三路全会之后 党中央决心改变面貌 我们要有信心 这是劳动局招工局丝绸公司的文件 批准你正式回到凤凰厂担设计师 这是老罗 直到今天下午才弄到手的 啊 请不吝点赞 员 我 常常在家吗在 洛厂长 他们听是手工艺化了呀 谁干的 蒋主任 他鼓动方英他们干的 怎么搞的 这个嚼石棍 这下合同就要泡汤了 还差几天的产量 估计两天 你去传达我的命令 改回来 立即停止机器饮化 快去吧 好 厂长 牡丹厅那笔钱 还是那个赵处长 赵处长那我去办 你快回厂吧 好吧 废给处分不行 哎呀好 哎呀吃得好 不过了 他也来看 有点来看 撤得好 老班长 我被撤职了 一路到底呀 下去好好劳动吧 我是干部编织啊 我要是你呀 写个报告 申请退党 这恐怕是你对党最大的贡献了啊 什么 我对他 没那么便宜 他罗杨刚在广州高总司用手表和换丝巾 他还和往哪下腿 他利用司令官和外商做买卖 看我好欺负啊 我要上告 我要告你们去 老周 我还要为罗杨刚说几句话 他确实受了很大委屈 不要为他在辩护喽 他的材料很多 你不完全了解他 我 我了解他 不要感情用事啊 自从开展对外贸易以来 许多干部变得不像样子了 我告诉你 罗杨刚的问题 是赶到点子上了 市委也很重视 所以组织了调查组 专门来解决你们厂的问题 我们这批买卖 对国家 对我们两个单位都有好处 你们赵社长为什么这么刁难呢 这你还不明白 主要是他没得到好处 你得尽点供 主要是他没得到好处 怎么了 讨论不干了 在外头 你是活蹦乱跳 一回到家就成了一滩泥了 累死了谁管你啊 总是不听我的劝 怎么样 赵处长还是那一套 调查组就要进场了 知道了吧 要睡 你就好好睡 你唠叨些啥吗 你 我这一会儿还得出去呢 调查组就要进场又怎么样 我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奖金发不出 合同就要到期了 到门而管了 你怎么不说话 你还不知道我这个脾气 你看你 就这么几个月的功夫 头发都白了 现在 我连骑马的信誉都没有 还当个屁厂长 整天拼这个精疲力尽 却不知道对手是谁 你看我像不像唐济阁德 拿着长矛硬往风车上冲 我的对手究竟是谁呢 谁呀 还不是党内自己的同志 同志 同志 赵处长在吗 老赵同志 中国有没有空咱们喝一杯去 我做东 顺便再加楼音机 听起音乐 不必了吧 当然了 买卖不成 仁义在马 好 中午见 王肯长 你替我去 就说我有个会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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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医院吧 不 到牡丹厅 你先来就来了 这儿 这儿 真肥 你放这儿 这东西好 过吧 怎么赵处长还没来 他有个会 天这么热还麻烦你跑了一趟 为了四花嘛 是啊 来来来 王肯长 你先科长 去吧去吧 来吧 好 王肯长 你看我们给胖经理这份合同怎么样啊 这是我的秘书 自己人 你好 好 男呐 我是拼命为你争取啊 是啊 是啊 是吧 来咱们放点音乐 可是有同志说呀 这个丝绸厂做这种生意是不是合法啊 哎呀 哦 录音机 录音机 王肯长 您开始喝点茅台吧 好好好 这批丝绸手绢还真受外兵欢迎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卖了一千多块呢 那你们是只开白条啊 显然是不准备上交 哎呀 没这个意思 王肯长 狼 狼 狼 浪琴 四个波段 四个喇叭 哦哦 是是 哎呦 好好好 王肯长 您多帮忙 好好好 我们厂集西这笔钱 王肯长 这笔钱我们会向上级说明用途的 哎 这我相信 啊 凤凰厂现在活奋多了 特别是对外 哎 哎 像我们这种寒酸的小衙们没法比啊 啊 哎 这玩意不错啊 怎么 王肯长喜欢啊 打球啊 不不不不 怎么可以啊 小夏 给王肯长包起来 哎 哎 不行不行不行 那怎么可以 不行不行 不不不不 这算什么呢 王肯长 谁听不一样啊 哎 来来 喝酒 喝酒 来来 哎 给王肯长包起来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就 哎 你看啊 就现在这种 立国立场立民的事 他们都不办 他们还想 他们还想办什么呀 哎 哎 哎 怎么样 啊 哈哈 哎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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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肯长啊 您可帮了大忙了 哎 嘿嘿 哪里哪里 我也不是糊涂人 他罗厂长也不容易啊 我很敬佩他呀 哎 我常说啊 我们的干部都像你罗厂长 那私话早就搞成了啊 你看现在啊 官僚主义 人服于事 保守僵化啊 再加上特权走后门啊 还有还有什么什么 哎呀 真是 王肯长 我非常感谢你啊 有什么好笑的 这儿怎么回事啊 这儿怎么回事啊 放映 我找你 房云 调查组来了 都回去 啊 不许还 你得去啊 走 方云 你敢走 你要是再闹腾停了场 我撤你的生产组长 你敢 你站住 你现在是车间主任了 我路到底不过是个工人 你回来 小宋 走 看看去 走吧 回来 都回来 有良心的都留下 罗畅畅为了这一大笔钱 采取的完全是欺骗手段 这不仅是违反纪律 这是犯法 太不讲话了 岂有此理 这不对茬 老罗怎么能私自拿一笔款子呢 老班长 别这样 让人把话说完吧 这是个新情况 你接着说 给他们取讲经历了 怎么样 他老了怎么样 还不是摸着 还摸着独立 你说的沈大 还不是要沈大 到今天说的 你看 他看游戏吧 这怎么行 沈大 看着 诶 罗畅畅回来 你喊什么的 干嘛 你管着吗 你哪时间的 你管着吗 什么玩意儿呢 这只管你怎么 我找孙副经理 我就是啊 孙副经理 罗长长的腿摔坏了 摔得严重吗 他人在哪呢 他这完全是欺骗的 你好 河总肯定要误气了 可我还想抢回来 我请求组织对我的审查 能否从明天开始 老罗 老罗 听听我的劝吧 不要再逞能了 不要把自己搞得毫无退路 我已经毫无退路了 我已经毫无退路了 同志们 从今天起 我要接受审查 也许很快就要滚蛋了 今天在这里抢时间 跟大家讲几句话 也可能是临别赠言了 凤凰厂子生产 能有金钱的形势 全是你们大家几个月辛苦换来的 相反 作为厂长 我是失职了 我没有把厂子搞好 对不起大家 特别对不起 像方英这样的同志 昨天我到你家去了 你不在家 你自尊心强 有困难不肯说 厂子里 人人都知道你贪财 却没有人知道 你们两口子每月只拿几十块钱 要养活牢牢小小 这么一大家子人 可也正是为了这个 我第一个就要处分你 因为你本来应该比别人更能理解 早点是中国富强起来的道理 这次的合同很可能要误气 我们就得向外商赔一大笔外汇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上个月 少拿了几块钱的奖金 过去都怪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 伤了你们的心 可如今中央下了决心 我们也下了决心 为什么居然就这么难 奖金的钱我是拿到了 可我是用很不光彩的方法拿到的 方英 站在你小屋里 我真想深深的给你鞠上一个躬 说一声谢谢 我们的人民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事业 是我感到伤心的事 有很多人 包括我的老战友都不理解我 直到十分钟前还对我老子说 你会没有退路的 没有退路并不是坏事 当初打仗那年月 为什么人人拼命 就是因为没有退路 不革命就没法子活呢 子梁告诉罗厂长 合同一定暗期完成 让他天来来严寿 现在可怕的是人人都有了退路 工人有工人的退路 少说几句吧 得罪了领导 以后凭工资要吃亏的 厂长有厂长的退路 当出头的船子是要倒霉的 隋大流吧 有的局长部长退路就更多了 大逼一会 扔掉国家好几个亿 却轻轻地说了一句 为我们付学费吧 有的这里混不下去 换个地方 照样当他的局长部长 都坐在那里等着 最好中央哪天拿出一个神奇的法宝来 一下子把中国送进四个现代化 而他们自己呢 却完全不想付任何的一点贼